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这一期我们来录比较轻松的内容 来看看澳洲墨尔本的泰坦尼克号展览 这个展览在4月17号都要结束了 所以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建议去参加一下 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内部有两三百件的展品 而且很多的展品就是从泰坦尼克号上的船骸 直接打捞出来的 非常有意义 而且真的是身临其境 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展览还还原了很多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典场景 如果你是有看过这部电影 相信对于很多的场景真的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说个冷知识 头等舱当年的门票价值十几万美金 三等舱的门票也要价值一万多美金 按照通货膨胀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船舱的一个一比一复刻的场景 非常的真实 尤其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 真的是感觉做得非常的到位了 关于门票的价格 成人是32块5 学生票的是20多块 然后小孩票是18块 如果年纪更小的小孩是免费的 总体的票价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那就如大家所见 有很多当年乘客使用的一些物品 那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就是真的打捞上来的呢 还是可能是复制品 这个呢就有段商榷了 像这个是保险箱 还有当年呢 他们在床舱内用的这个瓷砖以及雕花 包括瓷器 全部做到了复刻啊 那我本来呢就是泰坦尼克号迷啊 光这部电影呢 我从小到大就看了得有至少三四次了 所以说呢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那不瞒大家说呢 参展以后呢 我又去重看了一部电影啊 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就感觉每一次看呢 都能有新的回味新的体会 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呢 是救助者以及遇难者名单 那一开始呢 会给大家入场的人呢 一人一张纸啊 这个也是传票 传票上呢 会有你的个人信息 所以呢 等到快结束的话呢 可以对一下死难者和救助者的名单 看看自己是活是死 感觉呢还是挺有创意的 那除了复刻这个走廊的场景以外呢 这边还复刻了一比一的头等舱 一比一的三等舱 甚至呢 包括船体的这个水密舱 以及冰山呢 都做到了复刻啊 我可以说呢 是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参展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 所以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买票 去现场呢是绝对买不到的 绝对是受空的 而且要提前一周左右才买得到啊 今天是4月9号嘛 现在买的还是来得及的 可以赶上一个末班车 这个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啊 在澳洲的博物馆参展 然后是人几人 真的是排队看展 队伍非常长 看得非常慢的唯一一个展览 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呀 或者说画家呀 或者一些主题展览 没有这么夸张的 这个真的是我十多年来 来澳洲第一次看到 参展的人这么多啊 可以说呢 泰坦尼克号也是树立了一个标杆吧 这个呢就是电影中的水秘舱啊 当时呢就因为 鞋刺里撞到了这个冰山 然后冰山一路滑过去 所以呢 水秘舱有四个全部进水了 自然就沉掉了 那从展览出来呢 有这个周边商品 可以选择购买 说白了就是割酒菜的地方啊 选择的这个周边商品 还是挺多的 我看到呢有模型 有海报 有T恤 有包 另外呢还有杯子 等等等等 可以说呢 如果你是泰坦尼克号迷的话呢 总得花钱买个一两样回去吧 最后呢我说一下 我参加泰坦尼克号展的一个整体的感想啊 总体来说呢 还是非常震撼的 不过呢 因为这个展的占地面积 真的不算特别大 所以呢 如果说是有更多的展品 或者说呢 有更多一比一还原的场景 是会更好的 最后说一点啊 看了一下遇难者名单 果然还是头等舱被救的人最多 救的人比遇难者还多 三等舱呢 是遇难人数最最多的啊 不同阶级待遇到底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拿走